国民党全代会晤23日落幕后 台湾指标民调昨25日公布最新民调 侯友宜的民调支持度仍大幅落后赖清德的36.4% 以及柯文哲的27.8% 根据媒体报道在金浦聪运作下 侯阵营已成功整合前高雄市长寒国瑜 或可挺过深蓝的反弹 让党内换侯声浪暂时消停 不仅如此 侯阵营里将调整选战策略 希望透过访美以及招募新的年轻团队等方式 力拼支持度回升 蔡正元也分析 侯在两次的新北市长选战中 以不分蓝绿的色彩脱颖而出 但这项特质在总统大选中反而成为他的致命伤 中间选民又对柯文哲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的身份 有极强的崇拜性 因此对乌柯文哲的粘住度很高 而侯友宜没有这种传奇 所以不可能光靠全代汇的加持就支持度上升 除了蔡正元之外 国民党内也对侯到底能否逆转胜 有助不同的看法 根据媒体报道 国民党就有中常委表示 就算挺过换侯 侯要成为非绿共主 至少还有郭台铭参选 柯文哲障碍及陆战整合等三大问题摆在眼前 侯阵营目前没有乐观的本钱 媒体披露 侯阵营内部评估侯的选情确实不乐观 为此 金浦聪已定调调整作战方略 将战线延长至9月 期望先赢过柯文哲再立拼第一